10月1这个假期如何高效约出来女生 首先我们开场先测试一下女生这个假期的一个安排 要是都安排好了 那就改变一下这个聊天的思路 单纯的保持一下这个联络感 能升高就升高一下 要是没安排呢 那就直接按这个邀约的思路走 我们发 10月1假期准备去哪玩啊 他说哪也不去加班 他说加班呢 是你的话你怎么会啊 他加班的话约不了了呀 那就说那你家吧 有空我们再约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回啊 怪不得一直保持单身啊 真的是有原因的 其实好多兄弟呢 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首先啊你要是这么回的话啊 也要做好准备 就是你们连下次聊天发聊天的 这个机会都没了 你就说他加班 假期还要加班肯定是不开心的 情绪那肯定是比较低落的 那我们呢就可以趁机去带动一下 他这个情绪 其次呢加班不代表不能约 他总要下班嘛 对吧下班呢照样可以赴约 你看我说啊 果然啊优秀的人啊 总是要为这个世界多做一份贡献的 先夸赞一波 然后继续回 更过分的是呢 你还占了这个美貌 德哥 你这调侃太到位了 还顺带一波呀 对 先调侃一波 展现一下我们这个风趣幽默的一面 然后再夸一下它长得好看 这样的一个转值呢 会让我们的身高更自然 也不会暴露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感 然后呢就是绕开工作这个话题 因为工作本身呢就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 你又不能去解决他需要这个假期加班这些事情 所以说呢不要去聊工作 兄弟们啊一定要记住了 和女生聊天一定要围绕他啊 和围绕我们自己来进行 包括一些这个第三方话题啊 本质上就是要回归到你和他去的啊 你看他说啊 哈哈 会这话你就多说一点吧 你看女生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啊 是你的话你也要怎么回啊 他让我们多说点 嗯 那我们就再多说一点 那夸一下呗 哎 你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女生的框架里面了 夸在一下就是为了引起女生的情绪 为我们的邀约做准备 那你连续的夸就有点甜狗了啊 而且很低价值 也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一个需求感 那这里呢 女生反应还是不错的 我们呢就可以升高一下 你看我怎么说啊 光说不做的夸啊 不是我的风格 哎 别人喜欢的是有空的吧 或者是下次有机会 而我更喜欢说马上到 哲哥 嗯 太会说了啊 这种话打死我都想不出来 行了啊 别拍马屁了 好好学 好好看啊 你看我们这么说呢 一是幽默地表达我们一个高维的一个爱心观 我们呢 不是一个光说不做 而是一个行动脉 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更喜欢说马上到 其实也是抛了一个钩子 女生的反应不错的情况下 大概率会接我们这个钩子 接着往下聊 所以说 声高的同时呢 已经引导了这个话题的走向 如果你面对喜欢的女生 也不知道如何聊天 如何推进关系 可以45666 我送你一份追女生的攻略 里面呢 有各种各女生 如何从刚加 向着到最后表白的一个全流程 让你轻松学会 如何正确追女生 你看 允正回了啊 哈哈 那你来陪我一起加班吗 哼 并不是真的让你去陪她加班 你要真的答应了 那才尴尬了啊 但是这句开玩笑的回复呢 更加印证了 女生现在对我们是有所窗口的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邀约了 你看我怎么说 相比于陪你加班啊 我更想为你准备一顿浪漫的晚餐 哎 这两回给女生一个台阶下 也顺势提出了邀约 你能说 哈哈 好呀 你哪天有空啊 我这几天下班都挺早的 哎 你看 邀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啊 兄弟们 这么顺势的一个聊天 赶紧学会了去聊聊自己喜欢的女生 我是德哥 如果聊天遇到问题 欢迎找我聊聊